中國登山家下百月,完成攀登珠木朗瑪峰的夢想, 成為中國第一個依靠雙腿意知登上珠峰的人, 途中他遇到過無數困難,但從來都沒有放棄。 因為我在18年成功登頂珠峰, 所以登珠峰這個過程對我來說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我用了43年的時間,不過遇到什麼困難, 遇到什麼打擊,我從來沒有放棄,一直都在堅持。 夏伯漁為什麼會失去小腿? 夏伯漁等人上登頂好幾次,但都被大風阻擋, 後來還導致夏伯漁失去雙腿。 夏伯漁失去小腿。 在1975年,我們突擊了好幾次的零風, 被大風吹下了,凍傷很多,所以我的腳也被亂動。 沒有小腿之後。 沒有小腿,對日常生活難免會造成影響, 更何況要登上世界高峰 但是將不可能變成可能 夏伯宇做到了 要找到怎樣對價值進行改進 讓它更適合登山 最重要的其實在於精神上 你要做這種思想準備 登山過程中 還曾經遇到甚麼危險 其實噴燈珠峰沒有一個人敢肯定 我這次登珠峰就一定可以上去 你看我登了五次珠峰 其實我遇到了所有的這些 噴燈珠峰所遇到的一些自然災害 雪崩 冰崩 暴風雪 甚至連百年不遇的大地症都遇到了 噴燈珠峰除了有良好的體能 身體素質之外 最重要的還是有一種噴燈的精神 為何仍要噴燈珠峰 為何夏伯宇就算裝作易尖 依然執著要一次又一次噴燈珠峰 1924年 英國登山家乔治·馬羅里 被問到為什麼要噴燈珠峰時 他曾經說過 因為山就在那裏 我想這就是一個登山者 非常樸實又堅定的信念 無論你燈還是不燈 珠峰永遠都在那裏 他就像長在心裏的一座夢想 只要有能力就應該去實現它 世上無難事 只要肯噴燈 生活中會遇到很多有形的 無形的許多高山 可能每一座都比珠峰更艱險 山不會因為你的怯懦而消失不見 所以我們必須非常勇敢 足夠執著 擺之不能就走下去 才能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克服它戰勝它 抵達夢想的山頂